还在放映入眼罗 卖大哥 大哥说上二楼右手边就是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排排 已经七点钟了 还有这么多人 先去窗口拿个小框框 食材都是放在一个冰柜里 一共是有五层的样子 煮的和炸的是在一起的 窗口那边还可以选炸鲜奶和炸年糕 还有煮泡面 我一共就要了两串煮的 不过看起来他们煮的还挺香的 他们家是开放式厨房 里面是在煮 靠近外面的地方是在炸 只有两个阿姨在工作 感觉自己等了超级久 看这就是济南炸串灵魂 他会铲匠 能懂吗 拿到了我的鲜奶年糕 然后又端上了我 现在看得我都流口水 济南的物价 我谢谢你们 今日38元晚餐 济南物价牛 外面好酥 然后里面还没有糯糯的 我来吃饱饱的酥壳真的是 炸的很是火候 但是这个番茄酱肯定是不如串姨的那种自己做的了 不过年糕很不错 这个直接拿下来吃好了 口感是好 但好甜 外面是硬脆壳 里面的口感很水润 这是猪皮 这有点太香了 就外面也香 这个鸡皮本来又油香 所以有点略味有一点点腻 哇 这个酱还挺咸的 这是那个油豆皮 炸的抛弃的油豆腐 幸亏没带我妈来吃啊 不然这个油我妈吸都吸不干净 油豆皮炸完就会有点点干 哇 这个 这个不会也这么油吧 哇 这个好好吃啊 这个跟那个油豆皮完全不一样 它那个扣的那个地方特别有肉感 然后外面还是酥酥的 都快好折碍了 哇 发现一只蘸满酱的蒜肠 里面也是淀粉感比较重的那种 然后带着蒜子 但这个蒜肠本来就咸 加上这个料就更咸了 我给这家店是个中午来吃 不然你晚上吃一定会水肿 这就串 这就算好吃 你又是这么鸡胸肉 太财了 蛋白质不送大笔 我刚才看一个小姐 拿这个茄子拿了五串 你们知道那个茄盒吧 就是茄盒把中间的肉去掉 只给你留两层苏喜 里面的茄子还是软啪啪 它就是小火慢炸 外面形成那个薄薄的脆壳 而且里面很嫩 但是说实话我特别想提个建议就是 咱这个酱料也调得太咸了 那这个炸的真的一点毛病没有 然后我就看到了炸糊的腊肠 不行 那个也太咸了 缓缓 这还有一个煮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煮的肯定最香 还有一份泡面 那好酷啊 天天是上面加了咸酱 下面有芝麻酱 芝麻酱很香啊 是不是还能加辣椒呀 拌一拌 真不错 这辣椒不咋香 你好这个酱里面能滴点番茄酱吗 可以呀 真的相信我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酸甜麻辣 只是麻酱的麻 把剩下的炸串吃掉 炸串真香 精髓就外面那个酱还有那个酥和 但是油也是真的油 我刚才吃了一口那个酱 真的太咸了 还是豆蔻好吃 单从我来说是好吃的 只是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么好吃 我真的强烈安利 茄子豆蔻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安利 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点 记得尝给我安利哦 按的点赞和关注哦 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